中文字幕——YK 大野加两片云谷三波也全疯了 对 经验非常的足 但是蝙蝠这边反掉了大野 中路卡尔打土猫 七亿在这个比赛中玩的英雄其实都是 基本上在国内的话 大家都很了解这个队伍就会比较针对他 其实玩的没有这么舒服 但是一旦打到国外队 其实他这些英雄都是放给他的 对 一个是可能没那么了解 再一个可能他真的不太懂 就是七亿的这种绝活和他的非绝活差距其实挺大的 对 就像我有注意到 我们在前面选了卡尔中 就直接把帕克帮了 但是其实按照正常在国内打 互相了解的根本不会帮七亿的帕克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不在他英雄池之内的点 上路路纳海明打小仙女加船长 其实这两个英雄的话 这两个队位的话其实是路纳这边要优势一点 因为有一个海明的反手 嗯 船长这个英雄他的技能是比较反海明的 对 而且现在海明的这个九友其实进可攻退可守 进攻的时候拉一下加移速加攻击力 其实追人也挺凶的 还能救人 对 这一把我觉得前期的关键点就是看这个中路 看土猫能不能前面找到好的节奏 因为他如果找不到好的节奏去游走 去游走失败了或者不顺利的话 那卡尔将是一个怪 水两个还不错 包括其实Zero可能他们前中期更多的叔叔要在七一身上 哎呦这波状态被压的 还好有瓶 对而且刚才鲜火在身上也没也还没吃 但是他持续战线跟卡尔战线会有点难受 如果他到时候游走出击打不出什么效果的话 那中路就会很烈 嗯 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没有选择半土猫的原因 他觉得卡尔这个对线是优的 对 他比较占主动 对 卡尔还是没舍得中路的这个兵 然后土猫也是赶紧把线清掉 嗯 一个疯怒 嗯 但是小仙君手上两个技能都在 互交一波技能 对 这帮漂亮 怎么得来的 现在前面都很平稳 感觉 还是得看土猫 土猫等动起来以后是个什么效果 是的 这盘7E这个土猫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一是节奏 二是前面杀人也要靠他打伤害 但是他面对一个冰雷卡一直吃吹风瓷暴 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吹风 就直接急速冷却加瓷暴就够了 对 这样就比较难受 因为自己对线压力就会比较大 嗯 一旦是状态自身保持的不好 神服到时候再控不到 就失去了主动去动的资本 一波 一波 套血 但是两条边路正常打线 互相击杀的能力好像都不太强 都挺难杀的 对 所以越到这个时候 中路的发挥显得越发重要 需要他来打破平衡 对 有注意到7E这边状态非常差 如果没有人帮他的话 感觉会很难 尽管他能控制 保证自己状态 但是他等级其实会有点低 而且他一走的话 卡尔肯定会给队友报信息 三波 一波想杀小仙女 暗影之境在CD直接被一个冰片给封死了 这波是暗影之境CD有点大意了 走位被对面找了一波机会 下路大树 也要死了嘛 我们看 被蝙蝠 是的 最后一个蝙蝠给叠死了 三级是加了两级的蝙蝠 这样的话赶紧去 能给中路应该停一下 下路过来 想拼 朋友 拼掉对方白虎 但自己 拼得了 有危险啊 还差一斧子 小猪再捏 回头一箭想射猪 被兽网挡了 这里操合一汗戏 这就有点亏了 嗯 他那个状态 其实上去的时候 确实非常的不稳 哇 这个棋子兵也不给你 吹风磁暴急冷 又难受 又没有人给他运瓶 五格魔暴加鲜火 死应该是不会死 对 但是这样的话 他只有四级 就算回去 他又继续回到中路啊 下路又崩了 等于说 中下路都崩了 上路的话 Luna这边也 拿到了人头 感觉他如果这波回家 如果是个什么五级半 可能还能去边路 看看杀个人到六 是不是能杀两个 对 他只有四级 然后卡尔把中线一逼 他必须去中手 对 就被拴死了 而且他TP也交掉了 对 就相当于现在 如果卡尔主动去动的话 土猫是没有办法 打防守反击的 而且卡尔 卡尔他这么大的优势 他其实根本不用动 因为他中路就一直 给你塔的压力 对 就边路本身也是优的 相当于上下两路都杀人 中路是打回家 然后这边回击 加斧子 加小猪再黏 哇伤害够了 直接一个回旋刮死了 好像有点 线上直接被对面爆了 两条路 对 而且暂时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机会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的憋住 等那个 土猫来帮他们 但是土猫这边 服被对面控了 对对方是六分钟 两个酱油同时来 这也是因为对方 线上两条边路 都接连拿到击刹之后 线压太小了 下落 破目 踢PCD了吗 踢下来 压力有点大的 线上压力 瘦王已经溜了 他在扛卡 而且这个大树 也要死了 直接被叠 白虎毫无办法 就白虎一旦上的话 瘦王就要往前拱 小仙女TP 白虎 这个瘦王叫大招 吼白虎 白虎这里还在被追 战因过来再缠一手 还好有两个跳 但是自己的大树 还是被击杀 哦呦 坐门来了 超远距离久有 瞬间到脸上 暗影之境要结束 肯定人也要没 感觉爆炸了已经 这直接炸了 因为尽管 破目没死 他跟死没有区别 下路两波兵进塔 没有吃到任何经验 对 就能看到他本身 刚才连死两次下去的时候 他就是个四级 人家兽王就六级了 这样的话下塔也要没 无解肥兽王 无解肥露娜 然后中路还有一个 无解肥卡尔 然后推下塔 上路船长连六也没有 也逼不了对方上塔 七分钟 经济就落后了三千 人头一比六 主要现在感觉 他这个局势的落后 比这三千还要夸张 对 就是土猫 尽管现在有六级 但是他觉得局势太崩了 现在去出击 也找不到好的机会 对 只能现在把基础打好 把酱油等级 基础装备都补一下 不能盲目出击 然后得等一下 自己同伴的这个关键等级 就只有他一个六级大招 远远不够大 至少得等船长有六吧 是的 这是中路继续一波消耗状态 我感觉这个卡尔打这个土猫 就跟冰雷卡打拉齐克有点像了 你只要战线你一定没篮 你没篮你就动不了 然后就算你 你很长时间密室去动的话 他可以给对方信息 这边完了 这个滚是没有滚上地形 这直接炸了 说完这边第一件密法 然后选择直接出一仗 感觉现在第二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点 船长一大波快 三波也也被海明看到 对 主要他其实很需要这个经验 然后他们杀这海明也有点累的 是的 而且右边你看这个蝙蝠和卡尔都在 他们也不敢动 你一动 他的血球必滚出来 滚出来之后 卡尔到了就是一波反打 很难受 看一下土猫 土猫六级 中路应该想 想打一波吧 隐私用掉 卡直接走了 现在9分钟已经落后4000 而且主要是这种局面 找不到机会打开局面 对 就觉得对方有点无从下手 Luna已经专野了 自己这边酸酱油等级特别高 特别低 那个小仙女只有四级 大叔也没有六 然后这土猫在中路相当于被拴住了 他想找机会没有机会 那你不去中路 没地方去 但是在中路待着又被卡尔一直在骚扰 看一下船长这波来中路 先守水 但是杀海明 有球有直接拉开 土猫滚过来 这波大叔有大招 大叔两个放瓷化 我们看白虎也来了 跟流星太阳机会跟普攻 在标记拉回来 击杀对方两人还可以 这一波让对面直接打了一个出气不意 这波好像是 这个弯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大叔有六级了 最关键是船长 其实他们前面只要小心船长 他们就死不了 这波是被Zero中路一波伤害灌满 顺势推了个中塔 但是虽然缓了一口气 下路这边受完马上就A仗了 这才十分钟 只差四五百块 看这波回放 主要是海明拆眼了 想反眼的时候 被对面五个人包了 对 虽然久有拉开 但是反而这个久有拉完之后 把火力也转移到了卡尔身上 哇 这么多野 刷完就A仗了 感谢 这次比赛这两天已经很难看到 这么这么肥的兽王了 兽王这么肥就很难输 所以这一波 开悟啊 船长意识到了 直接退回去了 嗯 小仙女过来护他收这个线 再往前走就要破雾了 等兵线再往这边 这边运 应该是意识到了 对我报了 知道船长 这个时候应该是卡尔 只要不在中路线上待着 那他应该就是来上了 反正现在Zero也不能主动出击 只能等对面在塔前 或者一些很很怪的位置 让自己找过机会打过突袭 因为正面其实不太好打 嗯 收完11分钟拿到自己一仗 PoM电锤 PoM其实这会经济还可以啊 对挺快的 他刚刚那波中路 其实确实混到了不少 守完一战以后 直接宽了一下笛子 因为确实笛子的话 Zero这边就没什么输出 嗯 Zero这盘除了白虎 是一个物理输出点 剩下的其实都是靠甩技能的 而且白虎前面 其实也是比较偏法系的 打到后面一点 就物理会高一点 对 这边隐身 有没有睁眼 土猫一个滚 滚到了蝙蝠脸上被拉 但是大树有大招 卡尔也有后手的吹风 土猫过来 卡尔能不能击杀掉 土猫过来一个滚 是被海明给挡了 技能第一轮交完了 白虎这时候过来 在点这边的一个卡尔 但是兽王这时候赶到 给上一个猴在船长的船 也开了出来 先带走对方的卡尔 没问题 露娜的大招 大部分伤害打空了 没给到很多伤害 小心兽王 这个时候确实要注意一下 对方兽王 海明这里一个九友 A仗确实有点无敌 然后配合蝙蝠露娜 再留人 先杀对方的一个船长 但是好像后续 其实也追不上了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赚的 因为击杀掉了卡尔 自己这边只死掉一个船长 这个时候几个人的大招 威力确实还是有的 团战还是杆杆的 嗯 看这个回放 这波其实大家第一轮交的 都是偏控制没伤害的技能 然后卡尔还是有点冒进了 对 主要卡尔这一波太大意了 直接在人群中白给了 对 他第一波没退下来 他是顶着那个大树的自然卷卧 减速再上去强行放兵墙 然后回头的时候又被减速 被白虎直接盯住单防 但是经济还是落后的事情 嗯 这两波让破木爽了 是的 其实这两波对万位来说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卡尔白给了 打的有点 走路有点横着走了 对 这个时候肯定是什么兽王海鸣顶在前面 对 他只要不被第一次打到 感觉只有其实挺难杀人的 在这边看到破木 但破木有马上有三格跳 应该是杀不掉 他还没还没摸金 还想阴吗 吹风磁暴 应该只想耗一下 对 也挺恶心的 但是这个时候单纯的恶心人已经没用了 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在地图上已经活动开了 Luna也好飞 但是马上要进夜晚了 进夜晚的话应该要注意一下对方兽王 肯定是要去控盾的 来这边卡尔 哦 大雨 哦呦 直接被躲了 杀粉杀碗了 对但是后面土猫还在跟吹风只吹到大树一脚踢减速给到 里面破机再炸一下 建设到土猫后续再滚 这次是滚到 那没问题 还得自己啊卡尔 感觉这卡尔确实他有点 他一个人在这打钱吗 这卡尔能力上面挺强的 但是他感觉走位有点飘 这边滚 来得及啊来不及了 差一点 他玩的位置有点太大胆了 对 有可能是局势好就感觉比较飘嘛 但是这几波应该给这个卡尔当头一棒了 不能他应该不会再这样玩了 当然他如果再继续这样玩对ZR来说肯定是好消息 对但是有点不好的就是瘦完马上就底子 只差只差一个卷轴 差一个戒指 是的 已经有了 这样花这段时间只有正面其实会挺难打的 如果玩玩他直接去控盾的话 或者就开个屋抓个人控盾 其实他们前面打得稳一点的话 控白天盾都是有能力的 对 他最稳的还是等笛子嘛 因为一旦有笛子 这个正面权力输出不够的 轻松拿下打盾速度也是非常快 但目前这个局面对于ZR的开局来说已经比较不错了 对因为你打了七八分钟就没等级没经济 现在到十六分钟了 经济已经缓过来很多了 是的 主要还是这个卡尔送的几波 很关键 这一波有高台的防守眼 但是对方带笛子带盾 感觉这波就算是防守有塔也不好接 正面打不了 对方这样抱团过来肯定是不行的 进来抢资源 上塔推掉 这段时间并不好打 然后塔应该只能多避一避 对 对方带盾有笛子抱团 团接不了 就只能看看有没有机会找找对方落单的人 但是好在虽然好像ZR前面线确实比较烈 但是塔掉的没那么快 他十七分钟 中塔 中一塔 上一塔 还都在 相当于这两个塔替他们拖了一点时间 对 但是这一会儿就地图空间会被压缩的比较大 嗯 没说完带盾扫图 有注意到蝙蝠这边也没有出跳刀 是的 直接选择出大勋章就抱团打正面 就觉得正面只要顶住不需要抓那种小的 小的可以让卡尔自己去找 嗯 确实现在大部分的蝙蝠可能都是往往在什么三十分钟才开始补跳 前面就是肥了出场没装 看到一个土猫 他们的人还在集结 有部分人是从主野区再往这个位置靠 中落拆眼了 土猫直接 这个滚其实也没有 没有敢往对方脸上滚 应该是想清兵 正好看到人直接刹车 这个 露娜为什么没有把下线带过了 如果这个时候露娜是把下线送过来的话 他们想利用下路那个是也可以直接退二 是的 他们主野区也有眼 这露娜好像稍微怂了一点 对 因为我刚才看海明在下路他应该要陪露娜一起把下线送到塔前就好了 但是总归他们现在这样打是在给ZERO机会的 对 来看一下这一波ZERO一波开悟 开悟应该是要打上路一塔 嗯 但是对方的人已经提前再踢了 寿王在塔下有个人蹲寿王 动手寿王 那这样动会比较不太好 土猫也滚上去了嘛 一根剑也接到 卡尔吹风 直接吹三个 烈焰破机 炸这边两个酱油 ZERO很危险 蝙蝠直接过来拉住大树 中上急速冷却 大树这个位置大招能夹出来吗 放出来了 队友是给他抬了一口血量 但是我们看正面小仙女已经体力不支 而且寿王这个时候才交掉自己的不朽之宠物 他们的队友状态都已经不太好了 小仙女第一个阵亡 大树这里也是一个超级残血 后面土猫拉上了一个沉默 自己在滚走 在坑里面还有滚 但对方有高破眼 祁翼非常危险 烈焰破机加吹风全部给到 这应该跑不掉了 对落地之后有海象神拳有滚雪球 祁翼这里无能为力 结果其实已经算比较好了 只死掉两个人 因为刚才这个位置在那动手 太危险了 但是顺路对面直接把自己这边魔方打掉 那就血鬼了 只能说好像开团的这个时间点确实不太好 因为你让船长先手动这种塔下 然后一个无解肥有盾的兽玩 其实就是在给对面回防的时间 是的 尤其我们知道 其实卡尔的反手 包括海明的反手 对方反手能力超级强 这波船长的船 其实相当于只给队友加到了一个船游 对 所有技能都打了一个带盾的兽玩 根本根本打不了 感觉他们先手不能靠船长打 先手好像只能靠土毛或者大树这种打 感觉就算要打也不能先手标记 要用小技能直接 是的 调他一条命那种会比较好 对 就是不能给他反应时间 对 这边又控制自己的魔方 经济一下就拉开了 而且这个装备拉的有点太大了 本身右边就领先团队装 现在露娜再多个BKB 难打 看下这波 敢动吗 他也一个人 他们两兄弟不够 他们两个人不够 对 他们的兽王 这两兄弟现在是只有控场的能力 没有伤害的能力 控制团队装 对 伤害并不够 嗯 而且小仙女这英雄现在打输出会 自己打输出是比较乏力的 他主要是一个护震型的效果 自从他的这个作祟不能给队友加了之后 这英雄其实前中期就没什么太多伤害了 对 博要逼下路二塔 GQ 塔下骚扰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但是正面知道绝对接不了 只能用这个塔给自己的团队多换点打钱 卡有宝石啊 这波去找大树 很自信的 扫描加吹风 感觉这盘这个卡尔其实也就是对线打的还可以 对完线之后就很一般了 对对完线一直在送感觉 感觉不是他的话 这一把早就结束了 对 他如果就是 球稳一点不 不那么大胆的话 是的 来这边标记到露娜先调一顿 但是露娜有BKB 有海民 包括有卡尔 所以他真的就算没盾也没那么慌 好 这段时间 因为应该是只会想拔二塔拔二塔拔光了把钱打了 然后其实真正想结束游戏还得带下一个盾 嗯 这边要破雾吗 没有破到一个小走位扭一下 知道对面人不起中路想打 看到卡尔没有反应 反应 撒粉粉到了 又是你卡尔 这边标到海民在后面蹲着 过来 自己被缠绕了 雪球对于时间放不出来 然后被恐吓 我们看这波有点机会 但露娜BKB加自己的大招进场 卡尔临死剑丢出了一个陨石 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里 呃 两个核心二三全部倒 哇 这个BKB灵动瞬间露娜还是有点太厉害了 已经白给两个了 白给卡尔和海民 但是正面 确实打不过 而且这波确实算是标到卡尔之后 后面海民用久有救 但自己被缠绕 又被恐吓 雪球捆不出来 这边又跑到一个小仙女 直接给他杀 那这样的话 中路二塔也要没了 嗯 大树还在 高地应该逼不了 但其实已经 有点慢性死亡了 对正面是 不说10零开吧 91开至少是的 对 就哪怕刚才那么好的机会 杀人杀的也很慢 对 先先白杀对面中单 然后还是不好打 是的 天灰中卡正受到攻击 如果那个露娜进来的时候 感觉他开个BKB 可以一个打五个 受王也BKB了 那下一波 要么是出去接肉身团 要么你就要面对对方 双BKB加带盾的上高 对 因为肯定不会上高 他肯定会等下一个盾 下一个盾对面拿下 然后在外面压你地图 随便杀个人 然后就直接把你带走了 嗯 而且这段时间Poom的装备 有点乏力了 他尽管现在在宽林肯 出到了林肯 正面并不行 对 其实他们需要他出输出装 把人打死 他已经是唯一一个有输出的了 打到现在 其实土猫也没伤害了 对 然后英文这边就比较简单 他不管是蝙蝠还是兽弯 有一个人团战盯着你Poom控制的话 你Poom就打不上输出 对 就是单核打到这个阶段容易被真正拆眼 直接拉 直接带走 这输出 已经有决刃了 这道决刃月光伤害非常高 然后肉身刷的也挺快的 还有20秒不到的时间 这样我先把你上塔 把你上塔 肉身盾刷新回去打盾 这段时间 医院的节奏还是非常的流畅 这时候我就只能高地打麻将了 好 最后一些看盾吗 还是高地想逼一下 有点想把人逼回来 还是要在这耗两分钟 下一个经验服务是28分 还差两分 要是没计时间 应该是计了 都往盾那靠了 就现在 现在这个医院 他能做出的选择多种多样 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他手里 他想干嘛都行 对 而且他们现在场上做的决定 是没有错误答案的 对 打盾 打完盾就扫图 随便抓一个人 上高 这也是现在版本 露娜 就胜率很高的一个点 因为他的节奏就很明显 嗯 刷装备强势期 然后打正面 正面打赢了空空地图 空盾 空支援 一个人带盾走前面 哎呦 开了暗影之境TP 他们也没有急着去上高 先把线处理好 把你人扫回去 是的 就先把你的人 从各个路上都给你逼回你自己的高地上 就现在来看这个卡尔这把作用就是对线打 打土猫 把土猫 把土猫压场了 然后感觉他也啥也没干 对然后打到现在就是一个灵动训节怪 给大哥加个buff 经济是老七 比自己这边蝙蝠还要低 好 线全部送回来了 这一波应该要找一波机会b波高 嗯 这一楼集结在上路 完了被蝙蝠看到蝙蝠会上去留人 踩眼了 这里有前面在魔方位置留的视野 脸上看到小仙女 还是焦了啦 其实一到月光已经快照死了 因为他们现在焦焦技能可以粗糙一点 无所谓 因为只要杀一个人感觉就直接对面记了 对优势够大 随便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简缘一个小仙女 因为现在Zero本身输出不够 对于他们的控制combo要求特别高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 潮汐波往里推有分身 而且这个露娜身上顶的buff太多了 剑盒标记也没接到 一路白推了 证明根本打不了 还加个9有 你弄训捷 瘦王站在旁边护他 是的 瘦王来先手 伤害很高的 船长这应该有点遭不住 船长有买活 我们看正面 土猫的进场 一波磁化 整个雷由一打的伤害还不错 但对方其实还没有人能致死 这个露娜带盾又是走在第一个 被拉回来 吃对方的幽灵船 这一波有机会 她起身之后是没有bkb的 这波很有机会 而且土猫在后面磁化一直在赶人 我们看起来 这后卡尔有上一个吹风吹两个 露娜的位置烟标危险 中了一个潮汐波 自己残血开大招 但是被带走 后面大树再留人留到对方的一个卡尔 杀了对方双核 还能不能继续扩大战果 瘦王提前提P走 海迷是久友拉了一下 差了一点点 蝙蝠有跳 大树也有跳 还行 杀掉对面酸大哥 是的 已经算比较不错的结果了 对 这波是只交了船长一个人的买活 然后换了对方带盾的双核 这一波能把Poom的装备跟出来一点 感觉Poom现在要急需爆输出 一定要够暴力 感觉很需要很需要她的那个核心装大炮 看这一波 吼了 吼完以后 Luna是被BKB被大树大住了 对 因为她分身斧前面已经开过了 然后这一波 奇异的土毛在后面 其实一直偷偷摸摸打持续伤害 打了很多 而且她最后有拉一个很关键的沉默 她把那个卡尔和海明第一时间都沉默了 人家救不了Luna 对 其实这一波我觉得主要是Luna第一个BKB不改开 她第一时间给个那个凌刃月光C 然后跟一下输出船长就会死了 嗯 因为她BKB被大树捆住 等于说她啥也没干在那里摆摆给 是的 就本身对方大树交完大招之后 她起身有BKB 对方应该是白虎的输出来不足以顶着她BKB 直接把她追着A死 她至少用BKB也等大树把它大住以后 她用BKB解一下 嗯 刚才这波算是打到目前为止给的最大的一波机会了 对 因为刚才那波其实正常来说 这个OneWing就应该要一波把Jero打死的 这一波Jero的手高杖打的确实不错 我还就是刚才卡尔真的打船 除了给了Luna你弄迅捷真的看不出来她有任何作用 嗯 就跟个酱油卡尔为区别 但是这一波开悟Jero有人踩眼了 完了很危险 又是这个视野 打魔方 哎快 哎呦 哎呦 这就没死就更出事了 看一下这一波 啊 又是小仙女 还好只杀掉一个小仙女 这要直接上高 只有这边没有状态再补状态 嗯 Luna拆的太快了 因为buff太多了 这Luna现在500多攻 而且Luna现在站在这边 而且主要也没有塔防 Luna觉得这波我有bkb和分身斧 你肯定杀不死我 三连还用空呢 应该要继续上吧 哦 还是球稳不想上了 不给机会 船长船游用过的话 他们直接继续上 对面完全没法抵抗的 对 果然她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相当于对方对Luna有威胁的 只有一个大树大 但她同时有分身和bkb肯定是没威胁 接到一根箭 但是后面还是有反手 分身又先开 直接几下拆掉一路 天灰上路冰淋已被摧毁 好像两路了 压力就有点大了 限压有点大 然后对面又有蝙蝠 你不敢出门 很容易被对面找到这种小机会 对 如果说一路的时候 可能你限压包括去蒸肉山还有点机会 两路可能就完全不行了 直接没有等 继续直接破下路 这一波 感觉是想要靠露娜 卖个破绽 想让蝙蝠拉人吧 对方也开悟 土猫直接来了吗 动露娜分身躲一个滚 但被踢回去 开起bkb 大树还没有出手自己的大招 那这样土猫是直接被卖了 大树这个时候放大招 土猫已经阵亡 射王大招和卡尔的吹风接着稍微点虫 但是没关系他们的输出依然够 有点不行 这里比昂的是已经提前敲出叽叽了 虽然这一波奇迹没有开bkb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 打到这个时候正面已经包打了 他们也觉得不能看着露娜上来这样拆拆超级兵 觉得必须要亮剑 但是确实整个的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对就是从前主要从前面对线来说 个人能力上面的差距还是有